看到狮子跃跃欲试地靠近自己 犀牛只好又退回水里 岸上的三头狮子看着水中的犀牛 不停地来回踱步 想着要怎样才能消耗犀牛的体力 毕竟像这样的猎物可以让它们饱餐好几天呢 此时水里的犀牛有些慌张 它知道继续这样下去并不是办法 必须得想办法破这个局才行 毕竟犀牛可不想一直泡在水里 这时它看到在一旁喝水的狮子 于是抬脚就朝着那边的方向走去 此时另外两头狮子健壮想要袭击犀牛 就在一头狮子把前脚搭在犀牛的背上开始撕咬时 犀牛竟然毫不费力地走上岸 并一下把狮子甩到了旁边 紧接着便朝着另一头狮子冲去 三头狮子继续以三角状包围犀牛 犀牛也不是吃素的 四体踏在地上烟沉四起 就在犀牛追着另一头狮子的时候 另一头立马抓住机会扑在了犀牛身上 只可惜立即就被犀牛甩掉 差点还被犀牛转身用脚给顶上 这下狮子们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虽然它们的数量占有优势 但犀牛的身手非常灵活 很难再让狮子轻易近身 原以为作为草原之王的狮子会猎杀犀牛 没想到犀牛的表现太抢眼了